各位好,我是胡婉玲,欢迎收看台湾演绎 北朝鲜的闭锁,举世无双 到了金正恩世代,有什么变化也是举世好奇 民事曾经在2010年和2012年两度采访北朝鲜 2013年6月,正逢朝鲜半岛紧张情势降温 我们也获准入境,带着太旧的心情进行第三次采访 这次采访的时机,第三代领导人金正恩接班一年半 北朝鲜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措施 在和有关单位沟通采访之前 我们已经发现外籍人士入境不再被留置手机 而且可以租用SIM卡打电话 在长期限电压力之下 大平壤地区正全面改换太阳能板路灯 一开始,我们来看 按照与北朝鲜约定的采访日程 也适逢南北朝鲜的紧张对峙降温 迷失采访小组第三度挺进北朝鲜 这次我们取到沈阳,完成签证手续 第三次,我们拿到了先往北朝鲜的签证 我们踏上了先往平壤的旅途 只可惜,这样的签证呢 在一路关的时候就必须收回去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留下来,成为纪念物 这班高丽航空班机少了观光客 多的是返乡的朝鲜人 因为每周只有三班,因此一样客满 经过七十分钟飞行 傍晚,我们抵达北朝鲜首都平壤顺岸机场 踏上停机坪 夏季热风,热情迎面 也为采访加温 一旁预定的新建机场工程还在进行 在完工之前 所有旅客走的是临时的入出境关道 通关检查和过去同样严格 不同于以往的是 检验通道增加了加速通关的便利性 尤其让外居旅客感受最大的差异 是个人手机在经过登录之后 随即交还本人不再留置 从2013年起 外国旅客如果希望在北朝鲜境内使用手机的话 我们拿的手机在当地租用当地的手机SIM卡 就可以拨打手机 而且可以拨打到国外去 进入平壤 已经入夜时分 一盏盏路灯循序亮起 仔细一看 竟是太阳能板发电的LED灯 原来从2012年起 大平壤地区逐步换上国内自行生产的太阳能路灯 不仅降低对火力发电的长期依赖 也兼顾节能减碳 国际间盛传 每到冬季就面临限电压力的北朝鲜 正在筹建核电厂 尝试在核武之外 也将核能运用在核平用途 兼解决国内用电问题 但是没有人知道核电厂何时完工 也没有人确定是不是平壤能够优先使用核电 第三度采访北朝鲜 采访小组第二度住进坐落大同江中 专门接待国际旅客的洋交道饭店 步入饭店 宽敞 洁净依旧 但这阵子在国际局势震荡中 前来观光的国际人士 少了亚太 尤其是中国客的比例 反倒是来自欧洲 甚至美国的游客 依旧是一批接着一批 你认为大部分的消息是很严重的 但是我听过几个人 从网友上 那它不是那么严重 那它是什么媒体 发生的 我说这一定是对 那些人 那些人是很严重 很严重 努力 和很严重 不像西方媒体表达成的 我喜欢它 我觉得它是玩意 我还在很高兴 你看到很多照片 我认为它有点不同 但它比较好 当晚经过与朝方讨论 民視这次的采访重点 锁定观光 旅游 以及新开发计划 尤其探想过去 鲜少琢磨的朝鲜东海 揭开北朝鲜东岸要战的神秘面纱 在北朝鲜闭锁的年代 能够第三次入境采访 需要机运 更需要实力 我们见证北朝鲜的历史 而自己也正在缔造历史 因此态度谨慎 绝不轻忽 而观察金正恩世代的变化 将是我们的重点 民視新闻胡婉玲 李建成 肖伟任 在平壤的独家采访报道 北朝鲜进入金正恩世代之后 有什么变化 是我们第三系列访查的重点 虽然还是不可能尽情亏的全貌 但确实2012年起 平壤新增了民生设施 尤其是时尚娱乐方面 一项生活规律的平壤市民 开始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夜间娱乐 在我们第三趟的采访过程当中 看到了平壤新成立的第一家 24小时咖啡馆 偶尔也出现有人穿戴名牌 甚至开始有年轻女性 人工直睫毛 电视新闻上 已经少见李春姬市的播报 取而代之的是 仿效国际流行的俊男美女 双主播 夏夜 平壤苍田大楼的多彩霓虹灯 更显清晰 璀璨 让夜空新月都相形失色 作为新社区的标杆 苍田社区也引领流行趋势 在落成一年后 2013年初 全国第一家24小时咖啡屋 开张了 这家名为迎太阳的咖啡馆 到了晚餐时间 有闔家光临用餐的 也有优惠的青年男女 有留学当地的外国人 更有穿戴名牌 打扮时髦的女朋友们 聚会聊天 享受西式餐饮 在这一家24小时咖啡馆 点上一杯咖啡要炒币450块钱 这价格相当台币的160块钱 和台湾的其实相差不远 采取洪西式咖啡烹煮过程 让品尝咖啡变得讲究 更具质感 但长久以来 北朝鲜民众生活规律 谁会在深夜里 到这里喝咖啡呢 临近的凯旋公园 也是心境开放 可供百姓夜间油气的地点 接近夜间十点 还看到年轻人排队 坐上四肌的游乐轮盘 国际间的流行趋势 逐渐进入平壤市 高跟鞋 亮片衣 大街上模拟军装的穿着越来越少 取而代之的是多彩和新潮 眼前这位曼妙女子 就是在平壤美容院装上 亚洲地区正风行的人工直睫毛 差不多一个月吧 那真正外面做这个的话 要多少钱 这个还没定价 就是我的那个苏西的阿姨 叫我她是练练的 所以还不清楚 电视是家户最主要的娱乐工具 北朝鲜总共有四个频道 但不是每天每个小时都播放 民众每晚十一点以前 平均可以看到两个频道 在没有国家大事的平常时段 看不到国宝级的李春基播报 取而代之的是年薪的双主播 在大电视墙前搭档播报 那不然就看电视 我们唱歌 唱歌啊 家里唱歌 家里的我们卡拉OK 多多多 贯彻社会主义的北朝鲜 负担全民基本的 食、医、住、行所需 以及医疗、教育 青年领导人金正恩上任之后 扩增人民娱乐方面的利益和行动 相当明显 而朝鲜人民的生活形态 也正一点一滴的在蜕变中 民事新闻胡婉林李建成 肖伟任在平壤的独家采访报道 领导人金正恩宣示 要让北朝鲜人民不再勒紧裤袋 享受社会主义是富贵荣华 乍看北朝鲜的休闲娱乐品项 有逐渐增加的趋势 我们探访了平壤 第一家养胜会馆 第一家铁板烧店 里头的设备服务和价格 都是国际级的水准 我们也看到在平壤 开始有人使用金融卡消费 但是国际间的刻板印象 认为北朝鲜民生勉强糊口 怎么有能力享受舒适呢 仔细推敲 原来近年来 北朝鲜各事业营运 逐渐偏向协动体制 也就是各单位将固定比例的盈利所得 上缴国家之后 其余的利润 可以由单位的成员分享 这使得有些协动体制成员的收入 开始超越社会平均 拥有私人财富 有经济能力享受物质 领导人金正恩元帅 要让百姓不再勒紧裤呆 享受社会主义荣华富贵 北朝鲜国营的海棠花养生会馆 从中国北京回到平壤开设 从温水池 SPA 精品店 到各式餐厅 设备装潢和定价 在平壤都是最新颖 最顶级 让北朝鲜感到骄傲的是 设计师不假外人之手 由朝鲜本国大师金哲雄操刀 而且采访小组到访之前 金正恩元帅才刚视察过 都是谁来这里 一般人都可以 我们都是朝鲜师的 他们在自己的地图 我们都在世界上 这样的说法 各个包厢的设计都不重复 展现朝鲜现代风 当地人士趋之落物 一到用餐时间 几个包厢已是高棚满座 在这家平壤最顶级的养生馆里 有几种餐厅 那么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就是平壤的第一家 铁板烧 这家铁板烧店厨师 新一色美少女 眼前这位 因为接待过金正恩元帅 时刻清点率 越居第一 朝鲜市铁板烧是套餐 海鲜和红白肉巨全 和台湾不同的是 少了汤品和餐后甜点 饮料 增加的是刀工架势 和烹煮火烧噱头 在这里国际级的服务和价位 并不只有外国人消费得起 因为现场客人 大多数是当地人 除开高档店家 采访小组经过申请 也采访到市中心 一家百货商城 在这里十一柱所需用品 有国产的 也有国来品 其中购买力最高的 才是样式越来越多的西点面包 在这里可以看到北朝鲜 已经有生产电视的能力 纳同江品牌电视完全国营自制 国产电脑品牌叫做三尺鸢 一开始量产平板电脑 进口产品中以中国货比例最高 而来自台湾的罐头食品 家电用品也挤身上架 我们看到朝鲜民众开始使用金融除支卡采购 因为这一两年金融服务也逐渐在当地开展 而外国人持外币也可以进来采购 那美金也收吗 那美金也收吗 那美金也收了 商场里面进口品出口品 国内产品都摆在一起 没有区别 客人随便对什么商品 感兴趣就随便买 对我来说 我觉得我们国产的东西好 因为北朝鲜闭锁 外人不易掌握它的消费能力 事实上北朝鲜即使百分之百国营 经营方式还是可以分为两种 一种是个人领国家薪水 生产所得全上角国家的人民所有制 另一种单位集体所有制 也就是协动体制 在协动体制之下 这个单位集体赚到的银驴 上交固定比例给国家之后 剩余的由参与的单位成员分享 近年来采取协动制的单位越来越多 尤其金正恩上任以来 新设的机构 店家 像养生馆 餐饮业 旅游 娱乐等 都是 因为追求利润所趋 协动体制成员都很打拼 政得的利润 让不少人的收入超越社会平均 开始拥有财富 有能力享受物质 我们找到朝鲜官方中文奇摊 明白写着 领导人金正恩元帅 要让百姓不再勒紧裤带 享受社会主义荣华富贵 这是朝鲜劳动党坚定不移的决心 显然北朝鲜经济活动力 正在会订中 民事新闻胡晚上李建成 肖委任 在平壤的独家采访报道 在北朝鲜 我们参访了平壤妇女专门医院 以及一家托儿所 有机会探究这个国家的部分富有政策 在北朝鲜 生育 教育和医疗都有国家负担 百姓免费 尤其是生育属于各个家庭和妇女的自由意志 因此想生育几个 由各个家庭自己决定 国家只能鼓励 不能勉强 近年来北朝鲜的生育率略微下降 妇女倾向只生育一个到两个 国家为了挽救生育率 分别从鼓励生育和强化妇女的医疗着手 不论是城市或乡村 北朝鲜街上常看到孩童 但这个国家还希望再提升人口 因为北朝鲜的人口成长率是数值都不低的出生率和死亡率之间的迟差 因此提升妇女生育率很重要 但在北朝鲜要生几个孩子是家务时 国家在威权也只能鼓励 不能强制 尽管生养一个孩子 从怀孕 生产 养育 到教育 一切国家支付 但女性自主意识抬头 逐渐不爱生孩子 每个家庭从平均生两个 三个 变成生不到两个 独生子女的家庭越来越多 政府为了鼓励生育 提出生育第三胎的额外福利 包括婴儿乳食品免费期限 从两个月放长到一年 高中毕业以前的所有衣服也全由国家供应 北朝鲜对妇女的照顾还包括专业医疗 在首都平壤至少有六所国家级大型综合医院 其中包括一所妇女专门医院 在我们事先并没有预期的情况之下 我们被安排来到平壤的妇产院 这里有一个专属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乳腺肿瘤研究所 每位参访客都必须身着衣护白衣 塑胶包鞋以防尘防带菌染染 癌症治疗需要高度专业 参访流程中我们看到的器材 包括X光设备 超音波 以及断层扫描器 超音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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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音频源 超音频源 超音波 短暂有限的参访医院之后 我们转到了金正熟托儿所 在北朝鲜儿童的教育 一切免费 那么我们申请到平壤市区的金正熟托儿所 在这里的小朋友呢 一个礼拜可以托育六天 我们来看 我们的孩子和孩子们 我们的心情 我们的餐厅 还有味方的鸣将的儿园 在这里 我们的生日中担当中间 在世界里細胞成长 看看 在这间托儿所托养的是两岁半到四岁之间的孩子 因此需要多位专业老师24小时照料 这里的孩子睡一起 吃一起 学的也一样 我们一起来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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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试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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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 两岁半以前是托婴 四岁以前是托育 满四岁以后才能上幼稚园 在北朝鲜都有规定 也有设施 在这里没有父母为了接孩子 赶着下班的问题 也没有选择学校语言种类 或是收费高低的问题 因为应用而托语 也是国家一视同仁的教育政策 与世新闻国外邻里建成 肖伟任在平壤的独家采访报道 北朝鲜试射飞弹基地 在东部圆山 圆山因而敏感倍增 过去外籍人士只有往金刚山的途中 可能短暂停留惊鸿一瞥 2013年起 北朝鲜决议开放国际观光 也开放外资进驻 第一个开放的地点 竟然就是圆山市 当我们挺进圆山 一万多名北朝鲜人民军 正以马锡岭速度 辟建国际滑雪场 外界关心北朝鲜会就此舍军事 改以经济为重吗 在当地马锡岭诺大标语上给了答案 上头写着贯彻朝鲜劳动党所通过 经济与核武建设并进的路线 圆山是江源道首府 被朝鲜东部的铁公路枢纽 也是首都平壤通往东岸南北各城市的必经要地 因为靠海 近邻圆山湾 外邻朝鲜东海 也是重要的港口城市 传闻中的军事重镇 行进圆山市 相当六线道的车行马路 两侧还有四公尺宽的行人自行车道 但车辆不多 让市容更显得宽敞清爽 圆山拥有超过十所大学 将近三十万的人口 除了教员之外 主要有工人、农民和渔民 他们多数住在市区里 不同年代兴建 不同楼高的人民住宅 家家户户习惯在阳台上 摆设红粉、黄紫、各色盆花 柔化了市容 也大为降低临近朝鲜人民军 海军基地的气氛 相对于市区的近日 采访小组从圆山前往西边郊区 20公里远 一万名以上人民军 正在海拔1300多公尺高的马席岭 合力辟建北朝鲜的第一座世界级滑雪场 临近圆山的马席岭 几乎是朝鲜东岸下雪量最多的地方 也因此被破壁为冬季滑雪场 在这里的温度比圆山平均低个5度 滑药榨山 挖地填土 工地上方诺达标志写着马席岭速度 这是国家领导人金正恩元帅要求 贯彻社会主义的动员力 将一般国际七年的工程 缩短到一年半完工 所以我们的专门家们的智慧 然后在昨天中国以来的 史书和代表团队有多次来 同时地上的国家也被担心了 所以我们的经验 这国家们的名堂 在名堂的座位 这国家也被担心了 所以我们的经验 都被担心了 以马席岭每年超过一米的降雪量 可以从每年的11月起到隔年3月底 营运滑雪场 一条初级滑雪道 雏形长65米 宽在40到85米之间 平均波度达到15度 而中高级滑雪坡道 坡度在30到40度之间 第一骑至少9条 其中最长的达到4.6公里 已经符合国际竞赛的场地要求 有了这个滑雪场 我们就可以推广更多的产品 吸引中国的 吸引俄罗斯的 还有吸引其他国家的 包括南朝鲜的观光客 也可以来这儿滑雪 接近山顶的提振标语 写着支持3月份朝鲜劳动党所通过 经济与核武建设并进的战略路线 充分展现金正恩 坚持军备下的经济开放路线 同样在原山 2013年新开放的 还有原山右翼的葛麻半岛 这个半岛以遍布黑松的优美景 只撑住 海湾内侧可以眺望原山市 海湾外侧则已拥有长达 4公里的潜水细沙海滩 名沙十里而扬名在外 这个无线有千年之所以 那现在来的人 来完的人都是什么人呢 现在 往来的人 要不要钱啊 要 有 有 有 尽管已经建好海水浴场的基本设施 也拥有一所完全自建 国内自行装潢的度假饭店 但是为了加速开放脚步 北朝鲜也宣布开放国际投资 半岛上原有的一条军用机场跑道 更因此迁除 跑道吧 全部车 新加坡的一个集团 集团的女士 所有八个来的 他们跟我们提出 隔半岛的一半 他们全要了 一半留下了 北朝鲜开发圆山 着眼的是搭乘铁公路而来的南朝鲜游客 乘坐游轮跨海而来的日本旅客 以及搭火车过境南下的中俄观光客 圆山的客源 因此得以跳脱国际航班数量的局限 凸显了圆山的天时和地理 民事新闻 胡万林 李建成 肖伟任 在北朝鲜原山的独家采访报道 作为全世界最封闭的社会主义国家 北朝鲜反而吸引了许多好奇的观光客 前往游览 但是一般能够观光到的地区很有限 尤其是港口工业矿区密布的东北岸 几乎不曾对外人开放 其实东岸有军港圆山 往北有第二大城咸信 第三大城也是海港的清津 以及著名经济特区罗仙港 都是外国人难以碰触的 这次为了拍摄东北岸观光 采访小组采取车型 从圆山一路北上到进城 但是这东岸和西岸的公路开发差异很大 560公里路就走了超过15小时的颠簸路途 为了捕捉北朝鲜的东岸景致 于是采访小组采取陆路 从圆山北上 最远的目的地是进城 遭遇预期路况和艰辛耗时 天一亮我们便起床 我们从圆山出发北上 在经过咸信之后呢 前方不再有国游路或者是水泥路 而是一路黄沙滚滚的黄土自然路 也因此显得特别的颠簸 我们时尔与电力火车并行 时尔一山半海而尽 时尔穿越平原跨过小溪 时尔攀越山巒 尽管这是北上七宝山 靖城 中央大港青京 和经济客区罗仙的唯一公路 但沿途交汇的车辆不多 加上过去不曾有过东岸的陆路观光 就连朝鲜国旅人员 也得沿途边开车边问路 是幽黄沙滚滚滚门 饿了一行人自北餐河 停住咸静南道和咸静北道交界的马仙林顶峰用餐 这一条路东北这条路你来过吗 没有 我也是同意是来的 同意是来的 游客呢 从来没有一个人过 所以我们是台湾人第一次来是不是 从原山到晋城 得走过江源道 咸静南道以及咸静北道 按北朝鲜行政划分 道 夏侠相当于县卫街的郡 每个郡在夏侠以农业为主的里 以及直思某特定产业的工人区 从咸静南道到咸静北道的滨海沿岸 一处处为国家所有的工人区 有煤矿 铁矿 以及水产工人区 在港口则有海上工人区 反映各地的生产动力 而一个接一个占了多数面积的鲤 多半是集体所有制下的邪动农场 东岸沿途大多在平地种植稻米 玉米 以及从平地直上丘陵坡地的马铃薯 北朝鲜东岸天然景致 纯净 优美 败薄南密 是开发国际观光的最佳利器 到开城 从罗仙到高城 俨然成型 北朝鲜进入高铁时代 指日可待 一趟东北岸车型 我们不仅是台湾媒体的独家 也是台湾人的破冰之旅 但由于交通的元素呢 使得这里时间显得变长 距离也变远 而这更突浅了北朝鲜急需开发的潜力 民事新闻胡婉林 李坚城 肖伟任 在东北岸的独家采访报道 近年来台湾掀起民宿 在北朝鲜也有专门提供外国观光客的民宿 就设在台湾人鲜少走访的七宝山 明胜山下 当地也称为家庭旅馆 在北朝鲜 这是全国绝无仅有的唯一一家 因此有人认为是样板民宿 但是成立以来 外籍人士趋之若鹜 因为多多少少可以接触民家 一场北朝鲜乡村生活 乘车来到咸进北道七宝山下的海七宝民宿村 一栋栋外形亮眼的仿舍进入眼帘 这里是全北朝鲜第一处民宿村 每间民宿的大小和一般民宅一致 外国观光客经常舍饭店选这里 因为有机会感受民间家庭生活 填补心中的问号 在七宝山这个地方从2004年起也出现类似台湾民宿 这样招待客人的地方 因为从一楼进来的地方是住家住的 而二楼是用来招待外国客人 我们来看看 这栋东阳市民宿 二楼客房约四平大 设备水平和住家住人的大致相同 这是客人住的房间 这是客人用的 完全是朝鲜市的 那客人使用过是由他们自己喜欢的吗 你看宝宝这个孙道 对 那个大人们 누가把那种 우리가把那种 这个是厨师的 没什么 類似乎一个 intellig大家好 达細故人你的途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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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delle状low 这里的民宿和台湾最大的差别是住家不提供三餐 住宿客用餐得到民宿村的即合餐厅去 崔先生就是即合餐厅的主厨 这是你家吗 是我的家 你会讲几国很远啊 很简单的语言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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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七宝民宿村共只有20间 每间设定接待两个人 街团量不大 却能提供三种国际风格 在七宝山的民宿呢 除了东阳市之外呢 还有朝鲜市和欧美市 我们来看这一栋呢 就是所谓的西阳市 可以参观你们家吗 参观一下是吗 参观一下是 这个房间里有电风扇、电冰箱、热水瓶、电视机、DVD音响以及变压器 两层楼的欧美式民宿楼上提供给住客 比较受欢迎的部分还是北朝鲜特有的铺地草席 以及藏在草席下的保暖热炕 这家里有一个温度里来到的 温度里来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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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地方上睡觉 采访小组参访的第三间 是传统朝鲜市民宿 您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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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户住着祖孙三代 自家门前还种着蜜蜜 朝鲜市的民宿呢 就是客人住的 跟主人自己住的呢 是紧邻在一起 同在一层楼里面 朝鲜市平房 地板捷径 晚上的卧房 在白天 就是客厅 起居室 外头围里上 还挂晒着前一晚 本地学生住用过的起居 在这里 只要经过单位核准 本地人住民宿免费 但国际人士住一晚 则是国际行情 要50欧元 而且给付的对象 不是金银民宿的屋主 而是政府单位 毕竟这里 还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 国营民宿 屋主领的是国家薪水 民事新闻湖外 林里建成校外任 在朝鲜七宝山的独家采访报道 南有金刚山北有七宝山 这是北朝鲜的两大名胜 近年来还曾以金刚山 对南朝鲜招揽观光 以七宝山开放中国旅游专列 但是对多数国际人士 尤其是台湾民众而言 七宝山是个陌生名词 这一次北朝鲜 对台湾开放东岸旅游 其中重要的一战就是七宝山 北朝鲜当局还特地选了几个 不对外开放的专属景点给台湾 就因为过去鲜少人到访 因此我们的上山探访路 旅渐落实枯树 也是一趟惊奇之旅 南有金刚山北有七宝山 位于北朝鲜行进北到东岸的七宝山 和金刚山同样以景致撑住 又名北金刚 以玄武岩为主题的七宝山 范围约250平方公里 分为内七宝、外七宝以及海七宝 但整体东北岸开放较晚 直到金正恩世代才积极开发 传闻七宝山拥有七种宝物 但到了现代 没有人数得出有哪七种 可以确定的是 七宝山里栖息动物三十多种 生长植物超过八百种 从外七宝上到海七宝 可以登上游客赏景的至高点 绝景台 登上七宝山 旅客能够爬上的至高点 绝景台 我们是身处在云露飘渺间 那么往东往去呢 是朝鲜东海 在天气好的时候 我们甚至可以交往到日本岛 绝景台 绝景台朝东 也是欣赏日出的理想地点 居高临下 身处陨雾 感受空灵 和绝景台相隔只有两分钟车程的 另一个景点 是造型特异的降仙门 这就是江县门 江县这意思是天上的县女 江县来的意思 那么他们为什么下到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是从天上往下看海 这个山峰的风景很美丽 所以县女下到这个地方来的 七宝山的石头造型各异 常引人做各种动物造型的联想 尤其是在万物像 在这里能看得到各种各样的风景 岩石还有动植物 所以这叫万物像 七宝山最高海拔六百五十九公尺 但山不再高有先则明 在内七宝由供奉释迦摩尼佛的开心寺 成立于西元八百二十六年 随着七宝山开放观光 也打开知名堆 在北朝鲜出家法师领的是国家薪水 也可以有家眷住在一旁 衣轨还保留有焚香问府 也接受香油钱 只是北朝鲜两千四百万人口 绝大多数人以改信金日成创建的主体思想 仅有三万人还信仰佛教 因此开心寺对国际佛教徒的吸引力更大 自二零一二年四月起 北朝鲜特别为中国观光客 开辟一条从吉林省延吉 跨过屠门江 入境北朝鲜南洋 搭上七宝山火车专列 沿途经过清津 进城再到七宝山 这次北朝鲜为了对台招揽观光 特别将几个不对国际开放的景点 独家开放给台湾 也因此采访小组的登山路 鲜少渊烟 铁鸡 沿途旅渐落实 枯树横梗 让这趟七宝山之旅平天惊奇 不复站来 其实新闻国外民旅建成肖为人 在北朝鲜的独家采访后 有好几年深陷国际制裁的北朝鲜 北朝鲜开始力图招商引资 借外力合作开发北朝鲜 不论是在观光娱乐或是工业高科技等方面 都在合作的范围 他所凭借的 是自己的好山好水和廉价人力资源 但是外资进驻 加上国内开始倾向利润分享的协动体制 这也意味着北朝鲜的经济路线 将从极度威权的计划经济 逐渐靠向自由市场方向 是不是就此踏上过去俄国中国经济开放的路子 值得关注 北朝鲜东岸面临朝鲜东海 南北更与南韩俄罗斯为零 台湾线比西岸长 沙岸和沿岸交错 除了罗仙 清津 杏南几个大港之外 大多尚未充分开发 因此拥有洁净的海岸风光 近海渔州点点 但是临有许可排的渔船正在捕鱼 偶尔也有渔夫在岸边浮浅 抓螃蟹 海鲜 采海带 大多朝鲜 除了沿海景致之外 在东海岸维持着大自然船舶的山汉水 也是它的特色之一 就在云林和咸信之间 我们找到了一处2001年才发现的云林瀑布 高75米的云林瀑布 降下的水深回荡 连近十里内都听得到 只是深藏马席岭内山 直到2001年才被发现 在京阵与将军确认之后 瞬间打开知名簿 这样的深山瀑布在北朝鲜很多 在东岸特别多的还有温泉 尤其在咸进北岛 而且大多未经过加工 设备建议 自2012年4月起 被朝鲜开放中国旅客 最吉林边境的延吉物济 主要乘坐火车 游览第三大城清津 温泉宇盛 晋城 以及明山盛顶七宝山 2013年起也将对台湾推动东岸旅游 圆山 七宝山 白头山都是重点 而且可以从平壤记 然后飞东岸雨浪 在搭车背上 最后经由罗仙港 进中国东北搭击返台 然而开放观光必须有完善的配套 包括交通 衣食 住宿 以及温泉设备的水平要求 这些都是现阶段北朝鲜最缺乏的 为了引用外力 2013年 北朝鲜在国际制裁的假沙中 主打圆山 七宝山 和白头山 对外招商 投资观光 我们叫分区 有一部分是主任给新加坡人 可以变成一个新加坡区了 主任给台湾人的话 可以变成为台湾区了 这块土地是 如果这块土地 主任给台湾人的话 台湾人自己来搞 想搞什么就搞什么 在美国带领的这种制裁之下 投资的人会不会怕 却不怕 怕不怕是人家的事 但是 现在已经有一些国家 跟企业家 已经陆陆续续地来 延山市跟干嘛半岛 对 包括新加坡 跟中国大陆的 还有一些台湾的 台湾的那个投资者也来过 无论采取合资 合营或是独资形式 外资都会考虑地主国提供的 优惠条件和风险评估 现在朝鲜有一个国家机关叫做核英投资委员会 核英投资委员会现在在 已经 我听说已经做好了这个法律 就核英法 合作法 还有那个独资法 这些都法律都出来了 力求改变 才有机会达到金正恩所提示的社会主义富贵荣华景点 在全球经济体制中被归列为最中央集权 最计划经济的北朝鲜 开始尝试与自由世界厂商合作 建议开发自己国家 他向自由市场经济方向扣拢 速度和程度备受瞩目 但外有国际制裁的压迫 北朝鲜是否和中国 俄国等社会主义国家 这数十年来的经济开放或改革路线一致 值得关注 第三度 采访北朝鲜同样机会不易 在我们采制播的过程 面对各界的好奇 也曾不断地蠢舵 评量各界的价值观 最后决心一贯严谨自立 尽力地带回影像 集思的北朝鲜系列 因为每次采访的时机不同 地点不同 因此主题也不同 更重要的是 每一次我们都发现了 北朝鲜的变化 这季北朝鲜第三系列 就介绍到这里 谢谢您的收看 我是胡婉玲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